哈囉 哈囉 早上好 收到了一個快遞 Under 20 應該有人猜到這什麼快遞 沒錯 就是它 小天天 其實我是天天老師的粉絲 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我從她當時 開始拍照片的時候 就有開始關注 讓我給她看一下我買它的畫紙 應該是我四年前買它的畫紙 因為我粉它應該有五六年的時間 我這個包裝真的很清楚 這是磁鐵錫的事情 再來還有 產品說明書 這個是 一個小卡片 後面有寫設計師的信息 WOW HELLO 大家看 我天天的另外一個收藏 Four Seasons 然後這本是 它 2017年的畫色 所以說也是 三年前 這時間了 然後我覺得很影響深刻就是它 在那一頁裡面其實它已經有了 它當時一個初步的想法 就是它自己的一個畫臂啊 包括它自己的造型和它自己 所以說過了這麼多年 終於也算是它的一個夢想實現吧 所以我們今天的視頻是除了會 開箱這一個天天的玩具之外 而會帶走我之前的一些 白件吧 也有可以叫潮丸嗎 所以我們稍後再表 就是它們 然後這是張群老師的卡羅肉 然後這是我在米蒂老師那買的 Jason Fire的一個 米奇炸彈 沒錯我就會帶他們去到米蒂老師的店裡面 去請教一下 什麼是潮丸 或者說一些關於潮丸入門的知識 只能對於我來說我真的是對這個圈子 一竅不同我可能只會買一些 BearBray來玩一玩 對吧 所以我會請教一下 該如何去入門BearBray 我們先來出發去瑞歐吧 哈囉哈囉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 米蒂老師的店裡面 就是瑞歐四樓的一團兒 我們先讓米蒂老師自我介紹一下吧 不要叫我老師 我是一個小年輕 大家好我是米蒂 然後 初次見面請多關照 其實我最早認識米蒂老師 可能是從大內密壇開始 是嗎 對 然後後面我發現 我關注了四五年的攝影播 就是天天 他居然跟你夢幻聯動了 然後就還蠻震驚的 然後我後面也有去看他的B站的視頻 就因為我其實也對攝影 然後潮丸 這邊還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就看他的一些 藝術類的視頻 對大家可以關注他的頻道叫 我的頻道就叫 也許我是米蒂 其實我們 潮流圈的朋友應該也有 留意過米蒂老師就是 SneakerCon上面 天貓潮Live 他們贊助和冠名的這個SneakerCon 然後 我們正好也非常感謝他們給我們 這樣一個機會 我在裡面 因為之前在播客裡面 我曾經 吹過一個牛逼 我說我要做一個pop-up的店 然後把很多 大家合作的藝術家全部都擺過去 當然那次SneakerCon比較倉促 我就做了一個叫米蒂的店 也是第一次做這個店 然後就也有很多 這個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我發現其實好像小夥伴們熱情都還蠻高的 未來還要接著再做 那麼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為了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們做一些潮玩入門的分享 因為其實現在你說看泡泡馬特上市了 對算是有個很大話題 因為就是去年過年之後開始 Bearbreak的一路瘋漲一樣 很多很多人去關注Bearbreak這個行業 這個品類 這個品類吧 其實去年這個Bearbreak瘋漲之後很多人加入到這個 就是我們先不說這個價格瘋漲 背後是什麼原因 但是它確實給這個行業帶來很多的注意力 有非常多的人 以前的這個入門或者沒有入門 在門檻上這些 小夥伴就開始收藏這個 那麼我們現在就從我的一些 收藏 你不能說收藏 那是我平時買的雜七八糟 還有這些別人送的一些雜七八糟 來聊一下哪些屬於潮玩 什麼是潮玩這個定義 你們從Bearbreak開始吧 這是無庸置疑的 就是我們潮流圈的 這個網紅玩具 最最當家的 最最當家 說起潮玩就必須得收到它 就像我們說潮流 肯定是算球鞋一樣 對對對 就像潮流潮流圈的Supreme 不管你覺得這個牌子怎麼樣 在Supreme這個牌子 只要印了Supreme這個logo 它就是潮流 它就是潮流 沒錯沒錯 這個是400%的一個熊 400的熊就大概28公分 然後它會配一個100%的7公分的一個熊 然後這個比較適合擺在家裡面 這種書架上或者櫃子裡面 都非常好看 這應該是最多人接觸的一個潮玩類 對可能你對潮玩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或者有些人一知半景 或者根本不知道 但是看到這個 你就知道 收藏這個的人一定 他是一個比較潮的人 對 我看你們店面其實也放了很多 Bellbreak 它其實是個平台潮玩 它上面有非常多其他品牌 或內容的價值 NBA 電影 動漫 對吧 藝術家 還有甚至時尚的品牌都有 對 非常非常多 我們來到下一 就是我們 天天 其實天天這個 還蠻多爭議的 說它是到底屬於潮玩 還是屬於 它一個IP的周邊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 就是潮玩這個說法 其實只有在中國才有 其實在國外 都叫Toy 就是玩具 只是說有些玩具是小朋友玩的 有些玩具像這些 就是我們成年人玩 成人玩具 然後但是如果一定要有個分類的話 比如像我們說 那個 從1000塊錢以下的 那可能就只是盲盒啊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叫再貴一點 我們叫Designer Toy 那可能這些人呢 可能他還暫時稱不上藝術家 那1000多塊錢 幾千塊錢 這種我們叫Designer Toy 上萬的的這種呢 我們就叫做Art Toy 比如像Daniel Ashen 比如像Cost那種限量的 那那些是屬於比較高 高端比較牛逼的東西 其實真正意義上 除了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地方 其實是沒有潮玩這個概念 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說到的它是屬於周邊嘛 那這個我就更像是屬於周邊了 這個就是回到未來的一個電影周邊 這個其實 因為比如像像天天這種 你買它的玩具 是因為它的Designer 或者Artist 你覺得我喜歡Cost 我喜歡Tango-san 你買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 你知道它的Designer是誰嗎 並不知道 你買它是因為 我喜歡這個 這個電影 我喜歡這個IP來買它 所以這個可能我覺得還是 還是有所區別吧 對它就更多是屬於電影周邊 可能還算不上是潮玩 嗯算不上潮 我覺得算不上潮玩 對就包括我們之前那些 你掛卡之類的 實驗 帥嗎 嗯也很難說 很難界定對吧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分的那麼清楚 清楚 對 就是Toy嘛 我們成年人玩的Toy 然後 這一個 嗯 對對對 這是Mighty Jack 這個藝術家 Jason French 其實是米老鼠的下半身 就像米奇一樣 嗯 對 那這種肯定也 應該也算是屬於潮玩吧 就是 嗯 對 基本上可以說他們這個公司出的都能歸類 第一 Mighty Jack的東西都蠻貴的 嗯 同樣尺寸的東西 它就比其他的 這種PVC材質的這種玩具都會貴一些 第二個其實 像你買這個東西 你是因為米奇而買的嗎 其實不是 你是因為Jason Franey而買 如果硬要按照中國的分類 這個哪些是潮玩的話 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你這個玩意兒 你是因為藝術家而買它的 還是因為它是一個IP而買它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如果是按藝術家 或按設計師來買單的話 它就是屬於潮玩的 嗯 對 這個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設計的這個人 他本身是不是潮流圈的人 對 然後就可以來到最後一個 其實這個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還相對算是 比較厲害的吧 就這個這個藝術家對吧 對對對 他之前還跟阿迪達斯做一個大聯名 嗯 就是他這種就是屬於Artois Artois 那這個可能 這個大家來買它或者是什麼呢 是認可這個藝術家 他自己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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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如說創作理念 或者它輸出的內容等等等等 所以這種應該算是潮玩 對 對 我們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說到其實潮玩的 價格是有 一定定義的 就是我們可能說到一千塊錢以上 一千塊錢人民幣以上的 嗯 他們還才會被稱為潮玩 那麼像我們在POWERMART買的 六十九塊錢 就是普遍不過百的 那種盲盒 它屬於潮玩類嗎 嗯 一千塊錢其實 我知道你的說法是哪裡呢 是有一次我在大內密談裡面 跟那個象征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覺得一千塊錢以上的 才能算潮玩 它才是Designer Toy 才是Artois 那再往下的呢 其實做盲盒的非常多 但是 它的價格就是 就這些東西 它的玩法 跟一千塊錢以上的這些玩法 它很多就不太一樣 比如像 你就五六十塊錢的盲盒 你沒辦法去玩限量 對吧 你剛才玩的這個就是 這叫CORORO CORORO CORORO 這個東西它可以說 我限量一百個 但是如果你這個六十五塊錢的盲盒 你就限來一百個 那我把你買斷了 你就才六千多塊錢 那你限什麼量 對吧 那第二個呢 是我覺得 在這個下面這些東西呢 更多的是像大眾的 起一個藝術普及的 就是設計普及 或者叫藝術普及的 這樣一個 一個用途 就是跟 可能成型的這些 Designer Toy 可能還是有一定的差別 我覺得 至少在 質量大小 還有整個設計理念上 還是有一點差別 比如像你 你可以去泡馬特里面去看 你看幾乎所有的這些玩具啊 都長得有點像 就像都是大眼睛的 對吧 基本上都是大眼睛的 萌萌的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都要去討好 就它的審美門檻很低 就小姑娘 或者是這個年輕人一看就 哦好可愛 又這麼便宜的話就買了 那像這種呢 可能它就會比較有爭議 有人就有人就會 喜歡的就會覺得 哎好看 牛逼 對吧 這個設計真牛逼 我拿給好幾個設計師朋友看 他們就覺得很牛逼 但是不喜歡的人呢 一看 這傻玩意兒 就是B站上不是也有人說嗎 他說這也 這也有人買 對吧 所以 所以這個 還我覺得還是 還是有比較大的一個區別吧 對 但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呃 我們說的100塊錢的盲盒 它可能就是做工跟质量沒有達那個高度 對 對 其實你去看 就是如果你去工廠裡面去看 像這個 那天 因為我去工廠裡面 我去兼修了這個 這款玩具的 然後它差不多有十 十幾個件 就為了顏色 比如說你看 它這個手和這個衣服 它這個顏色 因為你看有一些玩具啊 幾百塊錢 一兩百塊錢玩具 它身上是紅色 手是這個肉色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有 暈染 暈染 就是比如說紅色的就暈染到手上 這不可避免 就是對 比如說衣服跟手銜接的位置 它會跟一點點紅色這樣子 對對對 比如像像這個耳環 對吧 鼻子 然後做這款的時候 因為說句實話 第一你限量 第二你價格確實那麼高 所以你就會精益求精 你就會對自己有要求 但是如果只有五六十塊的那個盲盒 或者什麼 我們看過 甚至還有30多塊錢的盲盒 你去看他們的生產過程很簡單 他們做一個模具之後 直接就一個或者兩個件 它就吹好 吹好 粘在一起 一分 不叫一分鐘吧 很快 就是我如果說這個的做的時間 要算10的話 那個的時間大概可能1 它就做好了 它的件太少了 它的整個生產過程會比較簡單 它要求也沒那麼高 所以它的所謂的觀賞價值 把玩價值跟欣賞價值都會 都會有差別 一一點 對對 我們可以看B站有什麼收藏家 他們會玩更多的是 Sofubi 嗯 那種玩具 那種是屬於潮玩嗎 我自己覺得可能不太屬於潮玩 但是它是屬於日本的一種 比較 特殊的一個品類吧 上次我們去那個 廠裡面的時候一看 哦 這個 所有的玩具中間造型最奇怪的 就是Sofubi 而且玩這個中間 Sofubi還有一些 就是看起來造型 造型非常之恐怖的啊 身上有好多個眼睛 對對對 血盆打口什麼之類的 然後 而且我發現玩Sofubi的女生 一般都長得很漂亮 真的 就是我認識好多玩Sofubi的 都是這種 很漂亮的女性的藝術家 其實Sofubi很多那種就是 日本的怪獸 四個眼睛六個眼睛 就沒有一個長得好看的 對可能就是 審美入門也相對高一點 相對可能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屬於 另外一個分支了 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手辦 冰人這兩類 嗯嗯嗯 剛才你玩的 剛才你拿穿那個 就是那個 黃色的小人 對 回到未來 回到未來啊 這種其實 這種應該算是冰人 我覺得 呃 手辦 其實這個就比較簡單了 手辦 比如像大家經常去看的一些動畫片 啊 裡面的這個 特別是女性角色 你去玩劇場裡面看 就是一個大盤子裡面有很很多雙雪白的大腿 很多個頭 很多個這個身體啊 這個他們是屬於手辦 他們這個更多的是依附於一個IP 那這個每個IP 比如像高達啊 比如像什麼一拳超人 它動畫片有很多機 甚至火影忍者 他們都會有很多這種擁盾 或者是粉絲 哦 那這些粉絲 他接受了這個設定 他喜歡這個故事 他就會去買 但是一般情況下呢 因為這個這個正而八點 那個才是工業化打生產的 比如像高達 高達都已經好幾十年了 他每一款可能生產都應該是上萬個 甚至十幾萬個 那這個他一他都已經是很很商品化了 大家買他確實是因為喜歡高達這個 裡面的一個人物和這個故事 而並不是喜歡他的這個Designer 這個還是有區別 當然這個我 跟有些人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他跟潮丸 呃沒有高下之分 有些人你喜歡高達 那高達對你來說就是神 我喜歡潮丸 那潮丸就是神 並沒有高下之分 不應該存在比試鏈 這個沒有什麼比試鏈 大家都是小眾 那其實最近兩年來 就是有越來越多開始用潮流這個主題 去做的版畫 比如說我們那個Digiway 對Digiway Digiway 然後James Jane 比如像我在這邊還有那個Meshup 這個其實非常多這兩年 甚至比如像夏天光 夏天光其實應該算是應該算是藝術家 但是現在他也歸流成一個潮流藝術家 你看中國人很有意思 為了市場 以前玩具要叫潮流玩具 藝術要叫潮流藝術 對吧 對 對這個其實都是都是市場 所以他們也會被我們籠統的概括為潮流藝術家 潮流藝術家 潮流玩具 對這個是市場的結果 國外並沒有說潮流藝術家或者什麼 這兩年在中國 你可以一搜就有非常多 比如像COSS有人認為他潮流藝術家 夏天光也是潮流 Daniel Ashen也是潮流藝術家 就是玩這一套最近比較潮的這些人玩的 都是潮流藝術家 那我剛說到潮玩的價格其實是算是中等吧 那麼我們是什麼東西定義潮玩的價格 就是我們剛說的可能我們的父母 他就是一個破塑料 他為什麼能賣那麼貴 他憑什麼值1000塊錢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人說這個東西不值這個錢 是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用兩個方法來說 第一個是他覺得這個東西是成本 這個不就是塑料嗎 能值多少錢 對吧 為什麼你這個只要值1000塊 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說我喜歡的東西高達 一個可能就才兩三百 一樣大小兩三百 你這個為什麼要賣1000多 那天我那個B站上面也有人這樣留言 但是實際上 像這樣的玩具 像所有的藝術品 它不是由它的成本 或者是其他的 有人拿出來的可比的東西來進行比較的 藝術品是由最喜歡的 最喜歡且最願意為它付費的那一部分人 這個群體的人來定義它的價格 就比如像說我舉個最簡單的 我這個真凡智的話 你說為什麼要賣到幾千萬 嗯 那是因為喜歡它的有很多是有錢人 對吧 有錢人認可它 那Bearbrake為什麼可以賣幾千 其實Bearbrake的做工 我們研究過比這個 它的這個做工其實是要差的 你在Bearbrake的身體上面是會 有時候是能夠摸到它的那個兩個拼接件的這個毛刺 這個這個真的不罕見的 你說Bearbrake賣個一千多 其實不算貴的Bearbrake 一千多的Bearbrake算是很入門 很便宜的 我們可以說要倒閉款了 對 啊對 但Bearbrake你看百分之四百的 甚至有賣到上萬的 那為什麼這樣可以嗎 有些人說是韭菜 其實哪有這麼多韭菜 買這些都是傻子嗎 並不是 這些是抱著收藏的心態 那這些人他願意為它付費 它的價格就可以賺錢 每一個東西 它背後是有文化沉澱在裡面的 那在這個圈子裡面 為什麼這個比那個貴 這個圈子裡面有文化沉澱懂這些的人 他會為它付出更高的價格 潮玩可以分為幾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製作成本 這是很吃打吃的 製作成本 對 第一個就是設計成本 對 第三個就是攝影師背後 或者說是創作者背後的溢價 對 我們就拿荒木槿為舉個例子 我能拿保利台 他也能拿保利台 憑什麼他賣八千塊 我只能按 20塊錢 背後更有價格定義其實是 由設計師或者是創作者 他本身的溢價空間所在 對 我覺得一個是溢價 還有一個就是背後 確實它有 每個圈子有它 每個圈子的文化 文化圈子 你類比一下別貴 這個也是別貴 他們都一樣大小 材質也一樣 對你看我這上面有 有四個熊 那四個熊加在 加上上面那個熊 這一套我要賣一萬多塊錢 然後他就比下面那些熊要貴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那個熊是 系列是那個信手槍 信手槍系列四百的熊 他就指出了這四隻 以及上面那五隻百分之一百的 信手槍嘛 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這個樂隊 然後bear break 就只給他出了這些 之後就再也沒有出過了 那這個自然就要比那種 經常出的大陸款的 就是會要貴 對這也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潮玩 它的做工 都有很大的差別 包括是我們的材質 都有很大的差別 那麼這種材質的差別 會不會給他們定價 造成很大的區別呢 我覺得是說如果大家的內容是一樣的話 或者接近的話 那肯定是這個 越貴的材質會越值錢 我們現在有舉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天天這個 它的主要材質是什麼 它這應該是PVC的 PVC材質 PVC材質的 它這個其實就是塑料 就是某一種玩具用的這個塑料 那如果我們用木頭做它這個 做這個天天對吧 可能手腳還不能動 但是那肯定木頭的天天 肯定會比塑料的天天肯定要來的貴 這種就是很直接的就影響它的價值 肯定就會影響它的價值 對 而且它大家一看 憑空你就會覺得 如果長一樣 那木頭的感覺就應該比塑料的貴 尤其是對於中國人來說 對紅木家具 紅木家具就會比較貴一點 什麼海南黃花梨的天天 這種就是保麗石對吧 這個是保麗石 對這種材質呢 這種材質呢 其實跟塑料差不太多 大家各有各的好處 這個呢 這個天天的這一款呢 這個PVC 你感覺 就是你第一眼感覺上 就是它是 雖然它也是硬的 但是你感覺是硬中帶軟 就是你可以捏一捏 甚至拿手指甲在上面刮 但這個你就感覺 真的像石頭一樣 就像石頭一樣 它就是很硬 它並不是說 這兩個材質 並不是說誰比誰好 只是說 藝術家想要表達出來 什麼樣的一個質感 戒質不一樣 對 像這種的話可能就會更加便宜一點 這個一看就是 比較便宜的塑料 比較便宜的塑料 那我們說它們是 uptime或designer塑料 那麼它們會不會跟我們常規的 藝術品一樣 它具有收藏價值 還是它的欣賞價值會更大 它就是一個藝術消費品 而不是一個藝術收藏品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何去定義這個消費品和收藏品 消費品就是你買了之後這輩子都賣不掉 然後收藏品就是你買下來了之後 短折兩三個月 多折十來年 這玩意兒必漲 對吧 那麼聊到這裡就是我們剛說到這個 它其實是用了米奇的下半身 那麼我們其實在很多潮玩 包括我們潮流圈我們做衣服 也會有很多的關於抄襲 還有致敬還有惡搞 那麼我們是怎麼去定義這種東西 包括之前Bankersey 它那個也是鬧得還蠻沸沸揚揚的 現在中國人說這個潮流藝術裡面 其實或者你剛才講的 它其實跟那種街頭藝術有很大的關係 街頭藝術或者什麼之類 它其實長久以來它有很多的 我們叫Bootleg挪用 挪用其實最早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服裝裡面挪用 服裝裡面就是有很多 開始擴展到比如像像塗鴉 比如像街頭藝術其他這種形式 什麼之類的 所以潮流藝術有很大一部分元素 都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那它裡面不可避免的會沾染 就比如像像Cost Cost其實你看它的形象裡面 也有米奇老鼠 它那個藥其實就是米奇老鼠的藥 然後你看像Bankersey用的 它自己用的很多元素 其實也是去借鑒 比如像別人做的這種海報 或者是這個在報紙上的一些 它那個叫什麼遮罩塗鴉 這些其實都是一樣的 像Jason Franey Jason Franey 也還被Cost寫Email跟他爭論過的 所以其實潮流藝術圈 這種事情其實不少見 完全不少見 是非常常見的 為什麼 但是話又說回來 為什麼像Cost 像Jason Franey 這些老哥 為什麼他能夠在那幫人裡面 可以脫穎而出 就是他們在借鑒別人的同時 致敬別人的同時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 你一下子就可以發現的獨特的東西 比如像Cost 一個叉叉的眼睛 Daniel Ashen 是那個未來考古 身上是破的 裡面伸出一點水晶 那這個都是他們在別人的基礎上 搞出一些自己的東西 這個是牛逼的 所以說穿了 其實潮流藝術圈 肯定有人借鑒 肯定有人抄襲 這個是攔不住的 但是你要真正成為一流的大牛 你還是必須要有自己的東西 其實現在這個 不是前段時間那個叫什麼 廣州的那個老哥嗎 飛吐那個老哥 不是大家也鬧得沸沸癢癢嗎 那其實關鍵是 你在這個二次創作的中間 第一是你的東西 要跟之前你抄襲的這個東西 要不叫抄襲吧 你的致敬的對象要不一樣 對吧 第二是你要在 你這個不一樣的這個基礎上 你要玩出自己的特色來 你一看這個 比如像Banksy 你即使沒有看過之前那個老個東西 Banksy的話 你一看是這個風格 這個是Banksy 我這邊好像有一個在這遮住了 有一個那個拿氣球的那個小姑娘 你一看這個Banksy 你一看那個是村上龍的 你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還是我的那個道理 就是說 一定要玩出花來玩出自己的特色來 這個才是牛逼 這些藝術家 牛逼的潮流藝術家或多或少 都有一點 我覺得是行走在這個灰色地帶 反覆狠跳的 對我們最後兩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輕鬆的 就是 那麼你接觸了那麼久的潮玩類吧 賣了那麼久潮玩 那麼你有什麼說 覺得比較有趣的潮玩嗎 我真正覺得好玩呢 我覺得有兩類 第一類呢其實是 我覺得我想玩一些相對比較小眾的 可能比如像Soup Studio Soup Studio他們那個老闆 剛才我講 他是一個老玩這個老做玩具收藏 今年開始還是說貓和老鼠的系列 我就發現有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喜歡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最近在看一些國內的這些藝術家 我發現中國的藝術家 以前是老喜歡去借鑑或者是怎麼樣 但中國的藝術家 因為現在有互聯網了 自己也買了 自己能夠買了 也可以出國 或者在網上看別人的展了 自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這個自己的這個玩 有獨特風格的一些玩具出來了 對 那麼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麼作為一個玩了那麼久的老法師 對一些我們新入門的朋友 有什麼推薦的玩具嗎 我覺得如果真是 就是這個看你 你就是玩這個玩具啊 我覺得要有一個心態 就是你到底是想做黃牛 還是就想做一個玩家 如果你想做黃牛 那最簡單就去炒bear break 這個現在炒bear break的人太多了 而且它的價格波動比較大 這個裡面也有獲利的空間對吧 那如果你想當一個玩家的話 我建議從現在開始你可以 這個不是當你主演 你從現在開始 可以開始關注國內的很多的這個潮流藝術家 因為很簡單 每一個國家它在走上 美國走上世界舞台 或者當年的這個日本走上世界舞台的時候 它畢竟都會有它本國的藝術家 成為世界級的藝術家 那麼中國現在 我們不說變第一吧 我們變第二的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的文化一定會被全世界的人接受的 現在這個互聯網這麼發達 一定會有中國的潮玩的藝術家 一定會有中國的潮玩的藝術家 以後會成為世界的No.1 或者No.2 那在這個中間 你發現一些 我發現一些 大家互相支持一些 也許就真的出來一個 可能就有中國的村上龍 中國的Cross 那麼本期節目到底就結束了 我實在是忘記錄Ending了 所以以這麼一個話外音的方式給大家展示 感謝大家收看這麼長的一期 關於潮玩 關於藝術 關於潮玩入門的視頻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記得關注我跟米迪老師 拜拜